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组装了一个IGBT驱动电路 用了四个三级管 这个做的比较粗糙 如果要用PCB板就比较好了 这个电路用了几个电阻 四个三级管,一个电容,一个5V纹压管 我们看一下它的波形,以及供电 好,我们测一下它的供电 这端是接地 我们测一下它的供电 供电是20.4V IGBT模块的驱动电压我们测一下 我们看,它是在正电压和负电压之间转换的 下面我们用试播器测量一下 我们看,用试播器就比较直观了 我们看,它有正电压,也有负电压 正电压是正15V 负电压呢,是-5V 波形是非常标准的 这是一个50,这是一个1Hz的方波 下面我们把它的频率改一下 我们看,我们看这是一个35Hz的方波 32Hz 同样波形非常的标准 说明这个驱动电路是非常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电路能够用一个正的20V产生一个双电源 也就是一个正15V,一个负5V 它用了一个5V的纹压管 它的供电是20V 前边是MCU送来的信号 经过这个光偶偶合把信号加到这个三级管的积极 当光偶导通的时候 这个三级管积极为高电位 这个三级管导通 加到这个三级管的积极 这个三级管为低电位 这个三级管截止 由于这个三级管的截止 这个三级管的积电极为高电位 这两个三级管的积极为高电位 所以上管导通 给IGBT供一个15V的电压 这是IGBT的门级回路 是这个管的极电极 发射极 石油电阻 门级 这个IGBT的发射极 这个D 也就是这个纹压管的负极端 5V 所以它是一个15V的供电 当上管截止 下管导通的时候 由于这个门级电压 通过这个石油电阻 然后通过这个三级管的发射极 极电极 直接接到了电源的负极 这个IGBT的发射极 是接在这个5V吻压管的负极的 所以这个位置为5V 也就是说这个IGBT的发射极为5V 它的门级电压为0V 如果把这个位置看为0V的话 那么它的门级就是负5V 所以就完成了一个 IGBT模块的驱动 所以这个电路还是很实用的 如果需要保护电路呢 我们可以另加保护电路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